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海洋不能够隔断人们之间的交往 也不能隔断陆地跟岛屿之间的经济往来 早在五千多年前 我们的人类就开始会用船破了 也已经开始会从事海上运输了 那么最早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地中海印度亚 他们的这些活动给我们人类造就了一个海洋文明 同时呢也产生了一个产业 那就是国际航运产业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经济学的观点 来观察国际航运产业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轨迹 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在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呈现出哪一些规律性 特别是经济规律 同时呢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这个产业发展到当今 有哪些特征 有哪些特点 然后我们再往未来来看看这个产业会朝什么样的方向 会朝什么样的趋势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课的名称呢 叫聚焦国际航运产业 我们要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聚焦国际航运产业 我们的课程呢分成五讲的内容 第一讲呢我们要来讲一讲 国际航运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二讲的题目叫航运与疯狂的石头 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知道 这块石头那就是铁矿石 这个铁矿石的运输主要是通过海上的 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国际航运产业来为它提供运输的 所以在第二讲里面呢 我们要来讲讲国际海上散货运输的发展 但除了干散货之外呢 我们还会讲到月替散货 第三讲呢 我们要来讲讲一支箱子的故事 这支箱子 我想我们海事大学的同学应该也能猜得出 那就是集装箱 我们来讲一讲国际集装箱航运 这样一个业务是怎么样子走过来的 是怎么样子发展的 对于是讲呢 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产业的成本效益 我们着重要来讲讲 当前这个产业它的成本与效益到底怎么样 在座的很多同学知道 我们航运正在经历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目前还处在严冬的季节 那这个季节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怎么样是才能够走出去呢 有些人很乐观 有些人很悲观 到底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那么第五讲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我们的题目是建设一个 有创新精神的航运中心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本着创新的思想创新的精神 我们也可以看到 到今天为止 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体现出了不少的创新的要素 这五讲就是我们的课程 所要讨论的五个题目 五个主题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讲 国际航运的昨天 今天 与明天 我们首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航运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 刚才我已经谈到 我们国际航运的历史啊 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之前 所以呢 这个行业 它首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 一个产业 那么它又是一个充满了探险和创新精神的一个产业 讲到航运也好 航海也好 我们一定会想到 郑河西下西洋 我们也一定会想到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我们也会想到 卖哲伦 这些仙人 他们的精神就是一种探险的精神 当然也是一种创新的精神 也是本着这样的精神 在我们这个产业当中呢 出现了超级的邮轮 出现了超大的集装箱船 出现了很多技术非常复杂的特种运输船 都是靠着创新的精神 看起的精神 发明出来 创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讲到航运 它又是一个迷人的 令人兴奋的产业 我们有很多的 童话也好 很多的传说也好 很多的文艺作品也好 包括小说啊 电影啊 它都跟我们的海运有关 跟航海有关 那么这个产业 它的迷人还在于 它确确实实 为我们造就了 很多很多的父老 我们讲到航运 大家都会谈到 什么什么船网 等等等等 这说明这个行业 确实是具有这样的一种潜力 它可以把某些投资者 某些探写者 把它培养成为 世界上面最富的人 这个行业呢 又是上下起伏跌宕 非常非常频繁剧烈的一个产业 因此它又是冒险家的乐园 当然 从我们经济生活来说 这个航运产业 它还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产业 如果我们看世界上面 现在海上运了多少量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每一年啊 为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 运输一吨多一点的货物 平均来说啊 是这样的 我们在美国市场 在欧洲市场 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中国制造的各类商品 靠什么运过去呢 主要就是靠航运 没有航运 没有这样的 非常经济的 非常快速的 非常高效的运输的一种系统的话 那我们这些货物 要到达 我们中国的货物吧 要到达海外的 国外的市场 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后来我们要提到的 航运是一个战略产业 这个大家可以想到 一个国家的商船队 就是海军的后备力量 这是带有战略性的 再加上 我们说海上运输的好多物资 本身就是战略物资 要是能源 像油 像天然气 等等等等 好 那么海运呢 就是这样一个产业 它既古老又迷人 又基础 又带有战略性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产业的关注 应该也是非常 具有价值 具有意义 朋友们 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面 5000年来 这个航运重心的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 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世界上的航运的重心 一直在 沿着某个轨道 西境 刚才我们说过了 5000多年前啊 它首先是出现在 地中海 印度洋 那在那个时候 航运的产业 刚刚出现 经过了很多很多年 航运的重心 开始西移了 先移到什么地方呢 就移到北大西洋 然后又经过了好多年 它又跨过了大西洋 到了太平洋 那么现在呢 这个重心呢 就越来越靠近我们中国了 所以现在是 已经是靠到我们中国海 这就是世界航运中心的 一条西境的轨迹 我们如果具体来看的话 5000年前 那就是公元前的 2000年到3000年 当时呢 首先在地中海的东岸 产生了海上航运 产生了海上的运输 然后到了公元前的300年 西了成为了世界的航运重心 这已经是向西跨了一步 移了一步 再到了公元前的100年 这个航运重心到哪里了呢 到了罗马 我们如果看世界地图 可以发现了 右下西跨进了一步 然后到了公元1000年 航运重心呢 移到了威尼斯 再到公元14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呢 汉萨同盟的城市 成为了航运的重心 然后到了公元1650年左右 移到了荷兰 在公元1400年到公元1650年之间 在我们中国也出现了 震惊事件的航运的大事件 那是什么 正和下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 这个几年当中啊 正和七下西洋 但正和下西洋的这样一种壮举 也就正和这一次 后边呢就没有了 因此呢在当时呢 在我们中国没有形成航运重心 我们中国没过多久 就开始实行海禁 怎么可能跟世界的航运的主流去接轨呢 非常可惜 那么到了公元1735年呢 英国成为了世界航运重心 大家看从荷兰到英国 右向西跨进了一步 然后到了1880年至1950年 这个重心呢跨过了大西洋 到北美去了 北美 特别是美国 成为了世界的航运重心 到了50年 70年 这个重心呢 跨过了太平洋 到日本来了 然后呢 随着韩国的崛起 到1973年到1986年 韩国也形成了一个航运重心 我们中国呢 1994年之后 逐步逐步的发力了 随着我们中国的崛起 这个航运重心 越来越靠近我们中国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正在形成一个 新的世界的航运的重心 这是世界航运重心 西径的这样一个历史轨迹 那么从这个轨迹 我们也可以看出 航运重心的出现 形成 眼镜 或者说转移 它总是跟世界上面 经济重心的出现 转移 眼镜 是相一致 这也证明了 航运 与世界经济之间的 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讲到世界航运 我们还要提到 在这个产业的几次大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提到一次发展 是从商人船主 发展到有了专业航运 刚才我们说过了 我们这个产业 五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 那么在航运 这样一个海上运输方式 这个出现的初期 商人船主是合为一体的 贸易商啊 他要到大海的另一边 去做生意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他自己就造船买船 然后呢 他要做生意呢 要到哪里去做生意呢 他都是跟着船一起前往 生意做到哪里 商人走到哪里 那这个船也是他的 这个时期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 商人船主时期 那么到了18世纪末 到19世纪初 航运的技术 有了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个方面 世界贸易 也有了大的发展 所以当时呢 他就迫切需要 有专门从事国际航运的 这样一个产业 来为国际贸易服务 于是慢慢慢慢 专业航运就从商人船主那里 分离出来 或者派生出来 所以说这个专业航运呢 也是社会劳动分工 进一步 细化的一个结果 那么当时大家知道 这个特别讲究什么呢 特别讲究商业成绩 因为一开始 为什么有商人船主啊 商人不放心啊 我自己的一船茶叶 从中国运出去了 我不跟着怎么行呢 这茶叶会运到何方啊 当时的通讯技术 基本上还是很落后的 不可能对货物进行监控的 没有这个技术的 所以如果说 当时船主 如果说是独立的船主 那运到哪里去 商人很不放心的 所以一开始呢 只能是商人船主 那么到了18世纪末 19世纪初呢 从经济发展 贸易发展来讲的话呢 需要有专业行业 同时呢 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呢 也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的一些习惯 这个大家知道 商业的诚信呢 那也是在商业活动当中 逐渐逐渐 这样一个体系 逐渐逐渐建立起来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海事大学的学生讲 英国啊 在早期 有这样一个惯例 年轻人 如果说要入航运这一行 那是要查他的三代 查什么呢 就查他的家庭 有没有诚信方面的劣迹 要看看他的父辈 有没有做过不诚信的事情 还不够 要查查他的父辈的父辈 有没有做过不诚信的事情 如果都没有 OK了 那说明这个年轻人 他做事情 能够板着一种 诚信的精神与态度的概率就高了 那我就录用你了 这个是真实的事件 所以当时 专业航运出现了 确确实实 也需要有一个 商业诚信这样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 那商业还是不放心的 虽然我们说有合同约缩 但是这个货 这个船要起航了 我的棉花 我的茶叶 也看着就人家 把我运走了 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忐忑的 是不是 所以我说诚信 这样的体系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航运界 是一个非常重视诚信的 这样一个领域家的产业 随着这个专业航运的出现 非专业航运 逐渐逐渐就让出台了 但是直到今天 非专业航运 从来就没有彻底的消失过 甚至近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有好多的货主 投资很多的船 又自己来做 航运家的业务 我们把它称之为工业航运 或者叫做货主航运 这样的一种现象 在某些阶段 甚至是演的 也是非常热烈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 是第一次大的发展 从商人传组 到了专业航运 这个社会的分工 进一步的细化 我们航运的产业 独立的存在 独立的出现 我们将世界航运的 第二个大发展 那主要还是技术上 那是从帆船到轮船 大家都知道 世界航运刚出现的时候 那都是帆船 当时轮船还没有 当然也非常壮观 但是大家知道 这帆船 它的分浪的能力 是非常差的 它的速度 那也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帆船的尺度 也不可能做得很大 那么出现了轮船之后呢 这个帆船也不是 一下子就退出 一时舞台的 轮船去代帆船 经历了五十年 半世纪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虽然有了轮船 但这个轮船呢 它的技术是不过瘾的 而且它的效率也是不高的 那么不断地改进 不断地改进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夜 那么轮船 取代帆船 在逐步逐步完成 这是世界航运历史当中的 一次非常大的 一次基础上面 一次发展 第三个发展 我们要讲的是 关于船破 引运方式的发展 在航运刚出现的时候呢 世界上面 海上运输 只有一种引运方式 我们把它定义为 叫做不定期船运输 不定期船运输 什么叫不定期船运输呢 它没有固定的航线的 也没有固定的 搬期的 那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开船 跑哪个航线 那是船族 跟货族 协商着 来定的 那当时船业比较小 一般来说 有一个商人 他要运东西 一个帆船 基本上也就 为他一个人运的 当然有时候也是 两三个人 拼起来运一艘船也有 但因为这个船比较小 来拖运货的货主呢 可以跟船主 就直接这样沟通 你要走什么航线 要运到哪里 什么时间 然后几个货主 加上一个船主 协商好 那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么这样的运输方式 在当时是用的 而且呢 也只能用这样的运输方式 比方说帆船时代 你怎么样是定航期啊 这帆船开出去 遇到风浪了 多少天能够回来 这个是不大可控的 对吧 那么只有轮船越来越多了 那么一种新的 引运模式出现了 那就是所谓的 班轮运输 也称之为叫 定期船运输 这个班轮的运输的 做法就不一样了 它的航期是固定的 什么时候开船 什么时候回来 基本上是确定的 而且航线也是确定的 那么一般的班轮运输的做法 还公布了运价表 你要运什么东西 每一吨 每一包 多少钱 都是规定好的 按照公布的运价本来收费的 挂靠港当然也就确定了 这叫定期船运输 那么这个定期船运输呢 特别适合于哪些货物的运输啊 那肯定不是大宗货 零单的 一个批量比较小的 几个小包 几个小箱子 那也要运了 但是几个包几个箱子 肯定装不满一艘船的 那用很多人的几个包几个箱子 才能装满一艘船 那我如果说要采取 不定期船运输的话 那这个交易很难做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 这艘船主呢 就像邮局一样 那我就把很多的 引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做法 我就规定下来 实质所谓的规则化 那表示我航线固定了 我的班机固定了 我的挂靠港固定了 你自己来比照 你觉得合适你的货运输吗 合适的 那你就把货拖过来 然后我就什么时候 就把你运走 这个叫定期船运输 所以后来呢 这两种引运模式呢 就延续下来 直到今天国际航运界呢 还是用这两种引运的模式 一种叫不定期船运输 它就特别适合于大众的散货 因为它批量很大 有时候一船就一个人的货 就一个货主的货 那么班人运输呢 主要是和运输所谓的建杂货 批量很小 但批次很多 托越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不同的引运的方式呢 就针对于不同的货重 另外呢 我们还要谈到的大发展 就是船坡的发展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 帆船转化成为轮船 那游了轮船之后 船坡再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一个是船坡的大型化 游轮大型化 干散货船也大型化了 越做越大 但我们现在 结装箱船也大型化了 但首先是结装箱 这种船坡的出现 然后是它的大型化 另外呢 我们做这个航运业务里面 也出现了很多的专用船 比方说LNG LPG 专门运输液化的天然气 液化的自由气 还有些化学品船 专门运输化学品的 还有滚装船 特别是汽车滚装船 一种汽车的 还有运木船 专门运木头 这是专用船 当然我说 船坡的发展呢 还在进一步的往前推进 往前推进 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讲讲 这个船坡的类型 服务的货种 还有国际航运的 这个营运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话呢 那这个表啊 这个表 概括了 讲关系 首先 营运方式里面有半轮运输 半轮运输 哪些船坡从事半轮运输呢 集装箱船 当然 现在还有一些传统的 杂货船 还有滚装船 冷藏船 载部船 那么这些船型 用班轮运输 主要用哪一些货呢 主要是建杂货 然后呢 第二种营运方式 那就是不定机船运输 船型有哪些类型呢 有干散货船和接运船 所谓的接用船呢 它既可以用 运那个干散货的 也可以运这个石油的 运一体散货的 那么还有油轮和接用船 接用船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还有化学品船 还有LNG LPG 这些船坡 那么这些船坡呢 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货种 比方说干散货船 接用船主要是运输干散货的 油轮和接用船 主要是运输原油和石油制品的 化学品船运输化学品的 LNG LPG 那一个是液化石油气的运输船 一个是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 所以我们说不同的运输方式 对于不同的船型 也对于不同的货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际航运市场当中 虽然我们讲这个市场是一个市场 但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要进一步的研究市场的话呢 这些市场应该是可以 这个 这个 划分成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市场 而因为他们相互之间 有一定的独立性 特别是船坡 可以这个划分开来 货种可以划分开来 当然 这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 这个 这个叫做 在 运输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不同的船坡 不同的货物之间的这种配对呢 不是那么绝对 有时候呢 也会所谓的可以兼用 如果可以兼用的话 那么说明市场之间呢 是一定的关联性的 关联性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看 当今这个世界 到底这个国际航运的 这样一个规模也好 它的基本的这个特征也好 到底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贸易量 海上贸易量 所谓的海上贸易量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是海上的货运量 那么海上货运量现在有多少 我们看2011年的数据 这个是我们是根据连安国 安克塔的 给我们的一个统计表 我们可以看出2011年了 全世界的这个货运量呢 差不多要接近90亿 90亿吨 那90亿吨刚才我说过了 就相当于 这个一年啊 每一年啊 平均的为世界上面的 每一个人运送 一吨多一点的货物 这是我们海运 为我们人类做的贡献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呢 它也 这个划分了不同的货种 最对上面的应该是结装箱货 然后 这一块 这一块 应该是叫五大干散货 我们说干散货有五大散货 有哪五大呢 首先是铁矿石 煤炭 梁谷 灵灰石 铝帆土 这叫五大干散货 另外还有其他的干货 在这个地方 下面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世界上面说 运输的这个 液体散货 原油 还有石油制品 这是世界上面的海上的贸易量 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的概念 这个世界上现在海上用了多少 一年运多少货呢 接近 接近多少呢 接近90个亿 那么被我们全球的人分一下的话 差不多就每人一吨多一点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分地区的话 那海上贸易量呢 现在还是非常多的集中于亚洲地区 亚洲地区 然后呢 再是美洲跟欧洲 然后再是大洋洲 最后是非洲 那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个 两个这个柱子 左边一个呢 它是装货 这一边呢 是卸货 是卸货 那么 不管是装货还是卸货的话呢 我们说 从世界上面这个 不同的地区来看的话呢 亚洲 确确实实成为了 这个航运量的 这个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生成地 一个生成地 它的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货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船 世界的商船队 这是 也是2011年的这个 这个数字 在这里呢 有不同的船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总共的载重灯呢 就差不多接近 这个位置 差不多接近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么多的载重灯当中呢 在分成 比方说 就当相船 就是就当相船 然后比方说这个 最下面的应该是游轮 游轮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干散货船 干散货船 这个呢 是传统的建杂货船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种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游轮 特别是干散货船跟游轮呢 占到了这个 载重灯的这个大部分 那么这是世界的商船 的这个总体的 这个这个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来看看世界上面 现在哪些国家 拥有最多的商船 也就是说 世界上面有哪些 大国呢 那安格塔的也给了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字 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 载重灯来排位的话 世界上面最大的航空国家 是哪个国家呢 是希腊 希腊排在最内前面 如果按照载重灯 按照总的载重来排位的话 希腊排位是第一 第二是日本 第三是德国 我们中国呢 中国大陆排在第四 然后接下来是韩国 然后再是美国 再是挪威 然后呢是我们中国的香港 特别行政区 然后再是丹麦 再接下来呢是我们中国的台湾省 然后再是新加坡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说再往后排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发现呢 这里面有哪些国家 有印度 然后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看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巴西 等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上面 经济发展 比较快的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挤入了世界航运大国的行列 我们讲到这个金砖五国 那基本上现在都可以挤到航运大国的行列当中来 包括俄罗斯也是这里 那么世界上面现在总共的传播 如果说按照载重灯来计量的话 一共是多少呢 这个数字跟我们中国的人口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 差不多就是13亿到14亿吨这个样子 这个数字跟我们中国的人口的数字 是非常接近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 如果说这世界上面的这些 dead with time 就载重灯 我们中国人来平均分的话 那差不多就一个人分到一吨 分到一吨 这是世界上 商船队的这个总体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载重灯的这个数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排一排航运公司 大家知道在世界上面 这个租船公司呢 这个有大有小 一般是不排位的 我们要排名的呢 主要是班轮 主要是班轮 企业 最大的大家都知道 是丹麦的马斯基 然后接下来呢 是地中海航运 这是哪个国家的企业呢 瑞士 瑞士 然后接下来呢 是达菲轮船 第三个是达菲轮船 是法国的 中国台湾的 Evergreen 就长荣 排在第四 排在就像班轮企业的 这个第四位 然后是新加坡的 美国总统轮船 APL 第六位 是我们中国的 中原集运 中原集运 在我们这个 中原集运 下面应该是 哈巴克 德国的 然后呢 应该是 我们中国的 这个 中海集运 中海集运 然后再是 韩国的韩境 然后再是 智利的南美轮船 那么来 接下来呢 是中国香港的 东方海外 然后是 日本的三家公司 MOL 商船三级 然后NYK 日本游船 K-Line 川崎 汽船 然后再是 德国的 称之叫汉堡南美 然后再是 我们中国台湾的 阳明 然后呢 是韩国的 现代 然后再是 以色列的以兴 新加坡的 太平船物 然后再是 位于科威特的 阿拉伯 轮船 这是世界上面 二十大 班轮企业 班轮企业 那我们为什么 说我们中国 已经是一个 海运大国呢 我们的商船队 在全球排名 已经是很靠前了 在世界上面 主要的 班轮企业当中呢 我们中国大陆 也已经有好几家企业 挤身于这二十大 这个企业的当中了 好 那么随着 世界海运的发展 世界的海运呢 要为世界的经济 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从贡献来说的话 我们说主要就是 为世界贸易服务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贸易呢 在最近几十年来呢 已经有了非常 大的变化 首先一个呢 我们说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这样一个 步伐越走越快 跨国公司现象呢 就成为一个 普遍的现象 也就是跨国公司 它会到全球 来寻找它的 产业链的 这个配置的地点 那么 在这个同时呢 全球的物流成本 也在不断的节省 当然这几样事情 是相互是关联的 一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为我们航运业的发展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需求的一股力量 有需求 我们才能为这个 世界经济去服务 同时呢 海运业的发展 特别是海运业的 成本的降低 给全球的物流系统 带来的成本的节省 大大的促进了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如果现在没有 这么好的物流体系 没有这么好的海运的 这样一个系统 没有这么有效的 而且是经济的海运系统 那宽航公司是 走不出来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 也不可能演变得 这么样子 蓬勃 这么样子 发展这么样子快 这个都是相互之间 是关联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因素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这个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 那就说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海上贸易货物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成地 那么这是由 好多好多因素 所促成的 首先呢 我们中国 今年来快速发展 其实世界经济不是太好 我们中国经济 还是持续的 高速的 在下践 发展 经济的发展 当然是带来了 对运输的这个需要 对货物运输的需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是由我们中国经济的 限阶段的特点 所决定的 不但经济发展 而且限阶段的一些 经济特点 也决定了我们中国 应该成为 世界海上贸易货物的 重要的生成地 哪些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中国 已经进入了 工业化的中后期 根据产业经济的理论 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这个国家一般来说 会加速的发展 重化工业 或者说 重化工业 在这个国家 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产业 那么中化工业呢 都是一些产生 货物运输需求的 一些产业 要运输油 运输铁矿石 运输煤 当然还要运输 中化工业 所生产出来的一些成品 很多都是出口的 第二个呢 我们中国啊 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呢 是这样的 在低端加工业呢 更加具有比较优势 低端加工业 那比方说 我们做衬衣啊 做鞋子啊 这个低端加工业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产生货的 大批的低端加工业的货 也是要出口的 我们中国成为了 世界很多很多重要的 必要的消费品的 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了 为全球提供了 非常多的廉价的 而且是质量好的 重要必要消费品 如果要运出去 把原料还运进来 这也产生了非常多的量 再一个呢 在产业链分工当中呢 我们中国呢 在低端更具有比较优势 这低端做什么的呢 一个是主机的 这个这个 跟其他零部件的装配 还有一些零部件的生产 那么零部件的生产也好 这个装配也好 这也是需要大量的运输的 零部件要运过来 主机要运过来 然后呢 装配好之后的商品要运出去 所以我说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中国呢 对于货物运输的需求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们说中国因素实际上是由 这些我们中国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一个是它经济发展快 第二个呢 到了现阶段呢 已经有了这样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决定了 我们一定是 世界海上贸易货物的重要的生成地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谈谈 世界航运的明天会什么样子 虽然我们今天呢 处在一个航运发展的一个低谷 这个大家都知道 航运业的日子不好过 世界上的船部太多了 货再发展也比不过船的发展 货物过于球的矛盾是非常尖锐 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会讲到 那么它的将来会怎么样呢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喊一个口号 叫海运万岁 也就是航运万岁 这个口号是我们中国的大学者 于光源先生讲到的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智慧 能够预见推测的这个历史阶段当中 海运 航运 国际航运 是不可能消失的 它作为这么基础的一个产业 不可能消失 我们要炼钢 要从巴西 从澳洲 要运矿来 我们不可能不运海运的 我们这么多的消费品 要运到海外去 我们不可能不用海运的 我们想不到海运 什么时候会消失 至少我们今天的人 是想不到 是没法想 所以海运业呢 应该还是处在一个 它的发展周期当中的 一个持续发展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看到要消亡的这样的迹象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绿色海运 我们说人类进入到现在这样的阶段 我们特别讲究绿色 是讲究环保 海运 讲老实话 也是污染的大幅之一了 也是消耗能源的大幅之一了 所以我们说海运业向着发展 从技术上 从理念上 从管理上 从组织上 从各个方面 我们一定会紧紧的回饶 绿色 来做个文章 来发展这个产业 再一个呢 就是中国崛起 刚才我们看到啊 世界海运的重症啊 一步一步西移过来 越来越靠近我们中国了 有人说已经到我们中国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崛起 我们一定在中国 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世界海运的重心 这是历史一个大的趋势 实际上也是历史 赋予我们中国人的 一个重要的使命 我们要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那么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第一讲 需要给同学们讲授的 我们第一讲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 DRW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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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unt M M M